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因为我下载下来的范例 我就想要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让Power BI这套应用程式 可以去读这些范例 所以第一我必须要知道 我的下载的两个档案放在什么地方 它放在请打开档案总管 第一请打开档案总管 第二请点选左上角的下载 其实在快取图案有下载 在本机也有下载都可以 它所指的地方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有看到 这两个档案 一个是压缩档 一个是Power BI的复应用程式 做出来的档案 它的副档名叫做PBIX PB就是Power 然后Power后面不是有BI吗 对不对 它就直接呈现BI 然后是不是多了一个X 因为它其实都是用网络连接 就是它其实可以把所有它的资料 透过它幕后有一个伺服器 然后透过这个网页技术的一个传输方式 所以它是用XML的技术 所以这后面像以上的档案 它最后面是不是有一个X Doc Word文书 它后面也有一个X是这个原因 接下来我要请你们把它解压缩 滑鼠右键 解压缩全部 然后就直接前面直接点这个解压缩就好了 可以吗 就是到时候你这个下载就会多了一个 这一个 好 你可以快速点两下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堆的档案 一堆的档案 可以吗